老哥蒙好 以上为Google数据可能不太准确 因为A社在2017年发布过一部20周年纪念作品 据此回溯 它的创立时间就应该是1997年 欢迎老哥指教 很多同学对A社的印象可能是凌辱加暴虐像的剧情类片商 其实不尽然 严格来说凌辱加暴虐只是A社曾经的风格 以及现在部分序列作品的风格 我们为什么喜欢看AV 个人以为是想在AV中看到两种Sax状态 一种是Sax的理想状态 应该说市面上绝大多数AV呈现的都是这种状态 另一种是Sax的现实状态 那么A社的整体风格应该是倾向于表达Sax的现实状态 或者说在现实的基础上再黑暗一些的 我们来捋一捋A社的番号应该会更加直观 而BDA社旗下龙副团队出品 包含中等暴力元素编号已达999完结 所以现已更名为RBK 但由于RBD作品 远多于RBK 在本文中暂时还是使用RBD SHKD设习下死业务团队出品 风格比RBD更为黑暗 ATIDA社旗下 有伤明星出演 SSPD本身是没有特定风格的 但它基本能代表A是一段时间以来的风格动向 就近三年来看是偏ATR大人的 JBDA社旗下蛇妇团队出品 基本都有捆绑元素 风格介于SHKD和RBD之间 如果要把暴力加黑暗分个等级的话 那么个人以为 SHKD2-3 RBD1-2 ATIDED NSSPD 0-1 JBD2-3 即是 TID等于ADN等于SSPD 就近期的作品来看 每个发售日 在HKD加RBD加JBD 在八至十步之间 ATID加IDN加SSPD 会略夺出一支两波 所以 暴力加黑暗像企划 在A社作品的占比 是不足50%的 且有持续下滑的趋势 或者我们可以说 暴力加黑暗也好 凌辱加暴念也罢 从来都不是A社的风格 现实才是 这个现实 不是指它像文乡社那种 伪计时的拍摄手法 而是指它在剧本创作方面 会更贴近现实 即 不会过于美化在两性行为 或关系中的暴力成分 也不会可以塑造 欲望高于一切的女主 通常情况下 女主对性暴力是抵触的 抗拒的 这也是真实的 正常的反应 尤其 她的很多作品 还会呈现出一种压抑感 以Z师傅聊过的 A社作品为例 SHKD-389 女主并没有 同一男主的请求 在遭受歹徒强暴时 全程都是痛苦状态 RBD-862 女主有史至终 都是因胁迫而就犯 AD-335 女主虽然欲求不满 但也刺有心机 ADN-210 女主全程隐忍 克制 SSPD-151 女主纯粹为了丈夫而牺牲 更别提那些强奸 轮奸 简禁 调教 凌辱 暴虐类的企划了 在作品中呈现 甚至突出压抑 并不是不好 人活于是 本来就是压抑的 性压抑 更是一种 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或者叫社会问题 作为现实型 片上的挨设 来反映这一现实 确实恰如其分 但是 99%以上作品 都来表达这样的主题 就显得过又不及了 毕竟 绝大多数观众看FN 是来寻求爽感 家找代入感的 是来欣赏Sax 理想状态的 这就来到了 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点 对于市场 肯定理想型 影片的受众更广 经济效益更好 事实上 ITID的风格变革 IDN的创立 以及SHKD和OBD黑暗 成分的日益虚弱 本来就是 A是向市场妥协的结果 像SHKD曾经的招牌 IP服务前范 在丈夫面前被侵犯 后来竟然被友商 IP社拿去当作常规企划 极致最后转移到了 清淡的ADE区别 也就意味着 妻子在丈夫面前被侵犯 这个原本充满屈辱的设定 其黑暗成分已被弱化至极 而变为普罗大众 喜闻乐见的催情桥段 但A社纠结的是 一方面它向市场妥协 每个发售日的清淡风 影片占据出品超过半数 另一方面 却又不愿完全放下 老牌厂商的身段 抛弃现实型风格 彻底拥抱市场 这也就造成 它的很多作品风格不伦不类 甚至自相矛盾 以A的-399人妻交换 淫妇妇性活淫乱的 夫妻性生活为例 女主夫妻跟邻居夫妻 玩交和伴侣 单从剧情来看 似乎其实还蛮刺激 但女主全程丝马脸 一副被强奸的痛苦表情 看不出半年享受的样子 离谱的是 到了片末 她却丈夫说 还想试试交换生活 M 请述C师傅理解不能 再如SHKD-766托育者 女主被连续强奸膜 糟蹋了好多天 却一直痛苦抵抗 到了片末 强奸膜离开之后 女主却对着天空感慨 剥去伪装 大家都是禽兽 我终于明白了她强奸膜 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很有哲理的一句话 也是本片的主题思想 但问题是 女主一直都没有包启过伪装 也没有展现过 慈兽发情的一面 又何来有改而发呢 要说她现实 其实现实的也相当有限 要说她理想 其实理想的也相当有限 给人的感觉就是 她方方面面都想照顾到 结果却方方面面都没做到位 这就是现实和理想发生冲突 而形成的割裂局面 用著名色学家 卧俠策德的话来说 就是整挺好 就是有点烂 再来说第三点 很多作品 在剧情设计方面 太注重形式 太浮于表面 像SHKD-836 前期交代一大串 毫无意义的剧情和配角 整得还挺玄乎 而实际上 这些情节直接剔除 对全片没有任何影响 尤其是最终的真相 却来于反派自爆 再像RBD-866 简洁明显存在问题 一场戏强行 简成了两个片段 还有ADN-R23 第二幕和第三幕 不能说毫无关系 简直是一毛一样 无论灯光 不仅 甚至床单都没换 这也太敷衍了吧 再像中之一 终点战这个企划系列 大意是女主被闺蜜算计 不但沦为妓女 还失忆成了行尸走肉 男友也被抢走了 但是剪辑非常琐碎 很多关键情节 就几秒钟的画面 很容易被忽视 很多作品 在角色也可以看作 特质女主塑造方面 太脸普化 扁平化 不丰富 不生动 因而难以让人共情 往往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交代背景 人物都还没立起来 就着急忙慌的进入主线剧情 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 中之一终点战系列 本来女主的遭遇确实悲惨 但就是让人同情不起来 再像RBD-862的奴隶堕 堕住风俗店的奴隶系列 以及如出一辙的奴隶色 奴隶色的舞台系列 也是同样的问题 又如SHKD-867女人 前五分钟将来故事背景 女主露脸不到一分钟 女主全家都是拿钱办事的人者 某次女主父亲行动失败被反杀 女主觉醒为父报仇 第六分钟女主刺杀以失败 被写 继而开始受辱 首先 她家只不过是谋财害命的杀手而已 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 如果说女搜查官VS犯罪集团 那是正邪不两立 那么该骗就是恶人自由恶人魔 其次 女主虽有报仇的孝心 但无实施的能力 可谓有勇无谋一切匹复 这样的角色 又怎能叫观众对她心生怜意 还有一些骗子 骗名起的是那叫一个引人狭想 封面拍的是那叫一个火色声枪 结果打开一看 剧情编的是那叫一个破绽百出 女优演的是那叫一个行尸走肉 未免引战就不练取具体影片了 为什么复连四里钢铁侠牺牲 举世泪目 为什么复连三里那么多超级英雄 灰飞燕灭 去挨者寥寥 为什么复连宇宙里多少平民无辜惨死 大家都五动于衷 这就是角色塑造丰满与否的区别 我们来对比A社的托越者系列 和SOD STARS-026逃亡 犯故事都是同一个套路 逃犯闯入女主家里 长期对她实时侵犯 最后一走了之 托越者的男女主 就是模式化的逃犯和家庭主妇 一个施暴 一个受辱 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骚话 几乎全程无交流 就是两个工具人 逃亡犯则在片中 加入了男女主的走心对话 短短几分钟 确实两个人物形象瞬间饱满起来 即为女主的放纵找到了理论依据 以为第三幕的终局之战 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Z师傅身为吻戏的重度爱好者 最不能忍的还是师范舔师范系列 片名起的这么骚 贴的也是接吻标签 封面上还写着接吻性交 结果全程吻戏乏上可陈 不要说FA Kiss 就连舌吻镜头都少得可怜 以至于每每出现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的尴尬 当然好作品也不是没有 SHKD-389虽然有被气到 但设计的挺不错 ATID-335的击中技局中局 也堪称精妙 ADN-210结尾处女主的落泪 更引人深思 SSPD-151女主的牺牲 尤其让人感慨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是我们希望 像这样的好作品来得更多一些 此外我们以前说过 剧情片大多跟传统影片一样 采用的是三幕式结构 第三幕也就是终局之战 也是一部影片的最高筹部分 有什么的呢 不管第一 二幕怎么纠结 抗拒 但到第三幕的武器 通常都是彼此缠绵 酣畅淋漓 每到这个时候 C师傅就会被毫卷指 蓄势待发 A社作品第三幕的灯光 不仅配乐 美术 往往都美能美奂 相艳解暧昧 到了武器部分 却仍然极尽克制 收敛 从而呈现出异常的割裂 看得C师傅那心毫无波澜 甚至极度抑郁 那些快速剪辑里的预示戏 反而会成为该作的最精彩部分 每看一部A社 至少得看十部莫达纳 才能勉强缓过神来 很多理由 也把握住A社的这个特点 大话汽水 鸡贼且鸡车 未免引战 就不列举具体人名 懂得都懂 搞得C师傅一度 对自己看好的几个女神 如贾奈奈美 明里抽等都差点脱粉了 直到看她们在别的片上 别的导演的镜头下 仍能呈现出 全情投入的状态 才发现这个 还是对A社来背 最后 总结几句 现实型影片 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负面的情绪 扭曲的心理 压抑的欲望 人性的黑暗 也确实应当有所体现 但是 这不应该成为作品的全部 个人以为 其实A社可以继续维持 SHKD的中黑暗风 RBD的清黑暗风 ATRD的清淡现实风 而ADN就完全转型为 那样的理想风 因为现阶段的 ATED和ADN的同质化 本来就很严重 毫无分别 这样既能维持原有风格 又能吸收心的受众 面子里子都我了 岂不美哉 回到标题 这样一来 理想而现实 还会是个问题吗 OK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订阅C师傅 开车不迷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